他是我的大表哥 17年前為了救我 腦袋被驢踢了 一昏迷就是十多年 如今他醒了 美古美古 Fire 美古美古 Fire 他腦袋變得有點怪怪的 啊咧啊咧 我在異世界待了17年 怎麼說回來啦 嘿嘿嘿 你應該就是那個 我剛出生的小表弟吧 需要跟你證明我待過異世界嘛 呃不用啦 Wing Guardian Leviosa 流水岡 Psychon 真是太可悲了 難道要用中文 旋轉把風上 不可能吧 得知大表哥有超能力的我 開始培養這個沒有任何工作經驗的大表哥 運用他的能力成為一名YouTuber網紅 旋下室也會用超能力 維護世界和平 打擊各種邪惡勢力 這天 哈哈哈哈哈哈 既然你誠心誠意的發問了 我就大發慈悲的告訴你 我就是穿梭在各大樓基地台的 基地台電磁波匣 嗯 這種過時的台詞 現在還在用啊 少囉唆 你這什麼奇怪的大叔 看我的超能電波 就憑這招喔 還想當個反敗角色啊 可惡 那這招你肯定躲不掉了 看我的 去哪了 這距離你肯定逃不掉了 看我電磁波的利害 全部改100% 比特幣保存10秒 哈哈 沒用的 你是想要利用基地台電磁波 來傷害我的健康 還是想要使我的利害機會 大幅上升 哼 你身為基地台電磁波匣 竟然連這種錯誤的迷思 都不知道 還把它當成招式 真是太愚蠢啦 可…可惡 我竟然聽信網路謠言 是我輸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長安哥 這幾年我發現不論是在媒體上的報導 或是各個論壇上的文章 都可以看到不少提到 電磁波危害的問題 說什麼會影響健康啊 增加利害風險啊 讓很多買方一看到基地台 就退避三社 甚至還有人說手機用多了 腦磨的機會會增加三倍 大家也知道 哥我最喜歡破解這些醫學謠言了 相信大家是對比較不了解的東西 就會比較懼怕啦 既然你這麼了解 那你倒是解釋看看 我發出的電磁波是什麼樣的東西啊 好問題 其實從科學的角度來說呢 只要有電能的物體 都會釋放出電磁波 像是手機啊 電磁波啊 甚至是電風扇啊 冰箱都有電磁波 而且光也是電磁波啊 但是你有看到有人買方 裝一條沒有陽光的嗎 沒有嘛 那一般來說呢 電磁波依照頻率的不同 分成游離輻射跟非游離輻射 而非游離輻射呢 又分成有熱效應跟無熱效應兩種 哪泥 我發出的電磁波還分這麼多種 蛤 電磁波想要你要念書啊 先講游離輻射好了 游離輻射是這幾個之中 頻率最高的 能量足以打斷化學件 過壞生物的細胞分子啊 因此會影響人體健康 像是一般我們治療癌症的這個放射線治療啊 或是用來殺菌的伽馬射件 就會屬於游離輻射 所以大家可千萬不要以為照了伽馬射線就會變成浩克啊 那再來頻率第二高的呢 是有熱效應的非游離輻射 那顧名思義就是被照到你會覺得熱 像是可見光啊或紅外線 那再來頻率更低的 就是無熱效應的非游離輻射了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像無線電波 機翼台發射電磁波等等 它不會破壞生物細胞分子 也不會產生溫度變化 更不會在人體產生累積效益 所以不用擔心喔 我的攻擊難道這麼弱嗎 你給我拿出證據來 其實WHO在2006年就發表過相關文獻 裡面提到基地台的射頻訊號暴露值 只有國際暴露值標準的0.002%到2%相當微弱 而電視跟廣播電台的射頻訊號 可能就比一般基地台還要來得高 不過他們運行超過50年 也沒有任何電磁波對人體造成傷害的案例 其他什麼離癌機率上升啊 影響睡眠等等啊 目前也沒有證據顯示 由基地台或是無線網路所產生的微弱電磁波 會對人體健康產生負面的影響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啊 我的電磁波沒有證據顯示 會對人類造成傷害嗎 對 那政府其實有規定 一般室外大型基地台天線水平方向正前方15公尺內 不得有高於天線的合法建築物 而且電磁波強度會隨著距離增加而遞減 並且與距離平方呈反比關係 所以民眾住家所接收到的電磁波其實已經是微乎其微了 至於每天使用的這個手機啊 會不會有風險呢 這個WHO也做過研究了 在2014年193號文件發表的文獻指出 過去20幾年來的研究中 都沒有手機電磁波對健康有害的證據 反倒是有提醒說 這個使用手機過久可能會影響視力啊 開車的時候不要使用手機啊 否則會增加事故風險的部分啊 我的電磁波竟然就跟周周的家電一樣弱 甚至更弱嗎 好 聽到這邊 相信各位還是有人會有點擔心啦 蔡恩哥你講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如果你連WHO的報告 你還是有點懷疑的話 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每天睡不好 精神差都是因為電磁波干擾的話 其實可以打0800 5800 010 0800我幫你量一量 直接請人道府免費量車電磁波喔 喂 你好 我跟你說喔 我最近喉嚨痛啊 喉嚨有痰啊 還發燒 咳嗽 流鼻水 打噴嚏 還嗅味覺異常 我在懷疑是不是因為離基地台太近 那個電磁波超標的關係 可不可以請您道府幫我量一量啊 這個基地台才是太妄惡了 喂 那個李大哥 你懂了嗎 蔡大哥 我知道了 嚇死了 今天就為您量電磁波 這位大哥 你是 蔡大哥 你好 我是SGS負責基地台電磁波量測的人員 專門量測基地台的電磁波 大哥 我需要你 我覺得最近這個基地牌啊 那個電磁波村喔 好痛苦 我想要請你幫我量測一下 現在有什麼4G還有什麼5G的訊號 你可不可以幫我量測看看 這邊的強度到底會不會太強 對人體產生這個疑慮呢 是 好 沒問題 今天就是為您量4G5G的電磁波的量測 大哥 請教一下 我們這整個測電磁波的一個流程是怎麼樣 是 沒問題 給你介紹 這就是量測電磁波高頻部分的 號角形天線 加配我們的頻譜分析 就可以做4G5G的量測囉 所以靠這一組儀器 測4G跟測5G都沒問題就對了 是的 沒錯 好 我們量測完成 那麼快 大哥 那我們量出來 這個4G跟5G的一個訊號強度 大概是落在什麼區間啊 好 我們現在換算4G的部分是 0.000000759 環保署公告 2000Mbps以上的話 就小於1毫瓦就可以了 就小於1就可以 然後我們量起來是0.0000007 OK 看起來是非常非常標準的值這樣子 那大哥我再請問一下這個 5G的部分呢 5G的部分 我們量到的是-19dBm 所以換算成 毫瓦每瓶1毫瓦公分是 0.000237 所以這個標準 因為是2000MHz以上 所以也是小於1就可以了 是 沒錯 所以0.00023 所以看起來 那麼近的基地台量起來素質 卻是非常的標準 來到我的喉嚨痛跟咳嗽 不是因為基地台造成的嗎 OK 大哥 那我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依我們現在量測狀況來看 電磁波匣是不是很廢 對 實在是太丟臉了 難道生活電磁波匣 我一點用處都沒有嗎 天生我才必有用啦 雖然說你沒辦法對人體產生傷害 但是你有用的地方可多著呢 像現在大家無時無刻用的手機 有了你 大家才有訊號啊 而且現在5G越來越普及 像這個遠距醫療服務啊 偏向教育啊 都有非常大的幫助喔 再加上 如果你發生三難 或需要緊急求助的時候 不需要SIM卡 只要手機有電 而且接收到任何一家 電信越者訊號 這時候就可以撥打 112緊急救難專線 此外還有災防告警系統的 細胞廣播服務 像之前的豪大雨啊 地震等等 大家的手機能夠收到簡訊 都多過了基地台呢 沒想到到頭來 我根本不是反派角色啊 謝謝你 昌哥 我的人生終有意義了 基地台是數位經濟 跟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礎建設 透過手機與基地台的 通訊網路互聯 我們才能享受 能夠隨時隨地行動上網的服務啊 而電磁波是一種能量 以科學的角度來看啊 自然環境中的電磁波 其實無所不在 只要了解電磁波的物理特性 就可以安心享受其便利性囉 那如果對於住家附近的 基地台電磁波有疑慮 政府有提供免費量測電磁波的專線 可供諮詢 大家就可以好好利用 好 那這集就到這邊啊 希望我的頻道會持續訂閱 可以追蹤 常常可以醫學通識 有更多精采有趣的醫學知識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拜拜